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晚上美国要公布出来 非农业就业数据 None Fund Payload 这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那当然它也会影响到 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特别关注 这个市场的近代非农 美国股市在周四 除了费半指跌幅比较大以外 其他三大指跌幅都还可以被接受 不过美股有稍微转弱的迹象 纳指是跌了1% 费半跌了1.8%的幅度 将近2%跌的相对比较重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台股相对比较弱的一个 我觉得外部因素 另外标普跌幅是0.36% 道琼几乎持平 只有小跌了0.07%的幅度 那在这样状况之下 美元指数有比较明显的上升 这是另外一个可能的风险指标 如果说美元指数持续的明显的 一直抬高的话 对大盘可能相对就比较不好一点 对美股也可能相对比较不好一点 这是相对股市的一个反向的风险指标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周四美元指数比较明显的上升 所以压抑到金价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 那台指期现在目前盘后是下跌了48点 让感觉延续今天日盘的弱势 那今天期货跌的跌点比加权值还多 加权值跌98点 其实跌了126点 所以期限货之间出现了逆价差47点的状况 另外贵买值跌幅也比较大 贵买值跌幅是0.75% 跌了1.52大点 指数来到201点 201点贵买值今天是有破五日线跟季线的状况 因为五日线跟季线贴在一起了 所以说今天一根黑黑下来 有小破五日跟季线的情况 好那这波疫情少到了房市了 我们看到整个五月份 据我知道中古屋二手屋的买卖情况 可以讲说是非常的冷淡 没有看房的人买房的人也退缩了 但是整体而言 仍然还有一定的刚性买盘 不是说全面都退却 大概各个连锁品牌 房仲业者 整个五月衰退四成到五成是有了 那好像预售屋的部分 现在目前各建商也都暂时 暂时就是说不做行销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现在目前做行销 你可能也不方便待看 这些问题都会是疫情下面 我们可以预期的 只是说疫情过了之后 我相信房市的买气 各方面应该又会重新恢复 整体的房市的情况到底怎么看 我们今天这两段要来谈这个话题 我们请教的是 史玛自负月刊的林振峰社长 振峰你好 阮安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这期史玛 各位看直播手上拿的自负月刊 封面报道故事叫做买屋换房 搞懂八个问题 富标叫通膨压不住了 自助需求别再傻傻的 所以说 史玛是从这个通膨开始着眼 现在感觉起来不是只有台湾有通膨 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都通膨的情况都很明显 没错 因为那个我们其实今年可以看到 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年初以来 包括钢筋 包括这个水泥 甚至最近连玻璃都开始涨了 几乎它是一个全面性的通膨现象 那这个通膨现象呢 通常我们会注意一下它是一个短期的反弹 或者是说它是长期来到一个景气循环的周期 那我们其实通常在原物料来看 它通常就是一个大周期的话 这是一个七到十年的周期 那上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物料周期 上次的高点呢 大约就是低点大概从2001到02那个是低点 然后到高点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不同的原物料会在2009年跟2011年 这边分别到高点 然后大概就从2011年之后 整整过了十年 在整个原物料都还是一个相对的低迷 甚至有一些原物料都还破底 那终于到了今年呢 应该说去年年底 可能就是因为疫情有一些压抑 那今年是因为疫情开始慢慢缓解跟解封之后呢 然后再加上这个循环也到一个周期之后呢 就一整个突然就爆发起来 那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是长得太快速了一点 不过如果用一个长期循环的角度来讲呢 它在这个短期的再调整一下之后 那它可能会走一个缓缓上升的趋势 所以这是一个未来房价可能在一个 中长期有一个慢慢缓升的趋势中 可能会推动房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为什么它会很可能会在未来五年内 会很快的反应进去 是因为我们如果真正去看台湾的房价的变化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从 就是内政部的全国的住宅房价指数 它从2015年到现在 过去这五年来 事实上它的涨幅只有7.3% 涨幅并不是很多 对 7%多应该感觉就是一个温和的上升 就是事实上这个同期间的通膨大概就是5.5到6这样 也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小幅的反应 过去这五年间很微小的通膨 我这边有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什么上面的这张图 就是说刚才郑峰所讲的 过去五年其实房价只只有涨7%多而已 对 这就是从全国平均来看 事实上如果你去把它的数字拆成不同的都会区来看 对 有些地方还是下跌的 大家会很意外 其实台北是下跌的 那新北呢因为台北住不起人太多了 大家往新北去移动之后 所以新北是有点上扬的 那像桃园是有点上扬的 那这些区域是因为就是台北这边太贵了 造成人口往外移 所以它有点上扬 卖台北的房子搬去桃园 这个好像过去几年蛮有这样的趋势的 因为大家想要一个起码的这个生活空间 那在台北你实在买不起 尤其是如果你卖了旧房子 你想要买新房子 现在新房子在台北的室内的可用空间是很小的 你花钱是买不起 所以又造成这个情况 但是平均值来看 它几乎也就是我们说跟通膨是很接近 那即便即便未来的五年内 只维持这种跟通膨相近的趋势 那它的涨幅也会比现在大 因为整个通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知道房价其实 它有一个 目前这几年来 大家都说它有一个比较下 引导它比较下降的压力 就是说扫子化的问题 扫子化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就是它比较容易形成的是说 在未来是比较倾向于差异化会变大 也就是说因为其实人 人性就是喜欢住在交通便宜的读会区 所以扫子化其实对真正交通便利 生活机能发达的都会去影响是不大的 但是确实会对这个 我们说比较偏僻的区域 那这个事情在日本是已经很明显的发生 乡村区了 乡村区他们确实是扫子化里面会严重影响 人口大幅筛退流出去 这个很容易看出来 这个其实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我们就说 虽然说大家一直担心扫子化会造成这个房价向下压抑 可是事实上真正在大家喜欢住的都会区 它反而受到扫子化影响是不大的 那它比较容易受到这个通膨林带影响往上 那大家就会说 那你那旧房子你凭什么变贵 为什么因为你的建筑成本是以前的啊 你干嘛现在你旧房子为什么变贵 你说新盖的房子变贵了 大家还可以接受 可是事实上我们从房价产长期的趋势来看 就是你可以发现它并不是在反映 尤其是旧房子 它不是在反映它当年的制造成本 它反映的是现在的重置成本 也就是说如果同样这个房子 都更之后 对 改建之后 你要用这些钢心 要用这些水泥 要用这些玻璃 你再盖一栋同样可以居住的空间给我的房子 那你要卖我多少钱 所以它反映的是一个比较新的重置成本 然后过去以来一直都是这种趋势 所以这也就会造成说 即便是你是旧房子 它房价也垫高了 然后就跟着把旧房子一垫高之后 也把新房子抬高了 那这是一个重要部分 那另外一个当然还有一个 现在比较未来五年内 另外还有一个压力 就是说因为新的房地合一税 房地合一税的二次 它上路 上路之后呢 它会坦白说这个税呢 从长期来看它对防疫产的影响是中性的 就长期来看 因为长期中就会回到基本面 但是在这五年内呢 确实会有一个短期性的影响 就是因为它一瞬间变成让 在短期内要卖房子的人的租税 这个屋主的租税变高了 所以他们可能就倾向于延后卖这个房子 所以它可能会导致在这个 闭锁这个五年内呢 短暂的供给就变减少 但是房子每年的固定的居住的需求 它还是一样存在 那这个居住的需求其实 其实像以我自己来说 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买房子的人 可是你总是你的人生 就是你的家庭的另外一半 他可能就觉得说 我就是喜欢有自己的房子 我就是不要 很多人希望求个安稳嘛 不希望租房子和被房东赶嘛 对对对 就像我就是在我的老婆压力下 那我就去卖房子 是太座要你一定要买房子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搬过好几只家 的确搬到后来我也累了 所以他后来再讲说 因为我其实没有那种有土私有才的概念 我不是那样 那你应该是股票主 对我是股票主 对对 所以老婆老是说早点买房子再买 我就说可是好像这样子 资金全部都被锁住了 但是真的搬了几年之后 这个也觉得蛮累的 然后搬一次家真的就是累垮一次了 真的真的 然后有时候你还要在应付房东 每个一段时间就来跟你说要涨房租了 那也不太开心 对最后还是就是决定自己买房子 那这个就是说总是你就是会有人生 某一些必然的需求 你还是会去买 那这个刚需通常在市场上是稳定的 所以在这种刚需稳定 然后有一些短期的因素 会造成它的这个供给变少情况下 确实会刺激它的房价 在随着这个通膨的推动之下 都会让它在这未来的几年内 是比较容易往上的 那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是提醒大家 就是说即便像我这种没有很爱买房子的 我们还是要用理性客观分析说 我们希望它房价跌下来 因为这样想要买房的人会比较开心 但还真的蛮难的 那郑峰你是几岁买房子的呢 我37岁的之后吧 37岁 对 那你也算是不是太晚 但是也不算太早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应该说我从30岁开始就被老婆吹着买房子 所以你撑了7年 对对我就说没关系 在晚几年房价 我也是这样想说早年比较找个借口 就是搞不好隔两年之后房价变便宜 那你有没有发现那7年里面房价越来越高呢 还是说那7年房价没什么变动 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因为第一次可以买房那个时候大约是SARS的时候 SARS那好点 对那是一个好点 可是当年就是因为真的很不想买房子的 所以就说好吧那就再看 我说搞不好因为 搞不好隔年再更便宜嘛 那其实走过那个历史人都知道SARS之后后来是快速的 不过你你是SARS之后的7年大概2010年左右 我大概是应该是2009年 2009年那时候还低啦 对对对那时候还低了 那时候就是说我那时候就是说上市第一都没有买到就是要赶快买 所以你买哪里呢 我买在新店 我买在新店 OK那时候新店应该比现在便宜不少 对现在其实哪里都贵了 哪里真的哪里都贵 好那所以千金难买早知道了 就是说回想可能2000年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的房价跟现在真的是不可同日欲 但刚刚正风也有提醒大家 就是说未来五年房价可能在几个因素之下 可能他还有还涨的可能或是上涨的可能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我们节目有Podcast 听众朋友我们财经一路发 每天的节目都会把它放在Podcast上面 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上去Podcast商业栏目里 这个点选财经一路发 有垂涎重听的功能 你也可以听前面几天的节目都OK的 这个也请大家帮我们按个五颗星 而且开启的小铃铛 就是说这个推播功能 那另外呢跟大家再讲一次 我没有在LINE群组上面有任何的招揽 或是什么讲股 绝对没有组成这个LINE群组 那都是诈骗集团所为 已经好多人 这个透过不同的管道跟我联络说 阮线你是不是有在上面要授课 或是说要帮我们做什么股票的分析 我完全没有 那个诈骗的非常可怕 他们就是叫你去买港股 然后骗你进去 然后那个港股就暴跌 那也有听众说他有去报案 那警察说这不是诈骗 他说因为他 因为你没有汇钱给他 所以这不叫诈骗 我也不知道台湾什么东西叫诈骗就对了 警察说这不是诈骗 他说你没有汇钱给他所以他不是诈骗 他用我的头像跟我的名字这不是诈骗 这妙了真的很妙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他是不是诈骗 好那我们继续来访问 什么Smart支付月刊的社长林正峰 正峰你刚刚讲说你 你这个37岁的时候换房 当时你换房你准备多少的资金呢 以及就是说你怎么样筹措每个月的本金加利息呢 当初有没有做一些计划 因为您这一期里面有教大家要做好这个买房现金流的管理 你先用你的自身历史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其实我自己的历史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其实我说我其实3031岁那时候曾经想过买过房 其实那时候已经有积蓄然后有一些准备 只是后来没有买成 那当然因为我自己做比较多就股票投资 所以后来经过这个投资之后也有一些收获 所以等到我自己到了大概在2008年2009年那个时候 因为房价有因为金融海啸这个关系跌下一点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因为那时候确实资备款也不成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赶快去订一个房子 那这是我的例子 可是我觉得对现在特别如果是一些年轻人 或者是说财力不是那么足够 准备不是那么足够的人 又真的有这个买房的需要的话 我个人会建议就是说尽量可以选择比较长的房贷 比如说30年期的房贷 那负担会不会很重 又背30年 对对对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说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不想买房 就是因为我光盯到20年房贷我就受不了了 我要缴20年 我人生20年都要绑在这房子里面 我感觉好痛苦 好悠悠无奇 对对我就一直拖延 那当然早期的利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在缴这个 如果你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房贷 然后利率又高的话 你确实会缴很多的这个利息费用给银行赚走了 所以就是大家以前就说 房贷利息能够早点还就早点还 那这个也确实是这样 但是如果因为现在房价真的太贵 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人 或者是你单身一个人 你想买房 可是你又没有长辈的照顾 现在很多人是靠长辈照顾买的 你最好自备款爸妈赞助一些 对对对对 如果你真的也没有话 那你完全要靠自己的话 那只好请银行照顾你的 那当然就是我就是觉得30年级房贷 在这个时代是可以考量的 因为确实利率水准越来越的越低 那像我以前在刚我买房子的时候 那时候贷款利息是1.8的时候 我都已经觉得贷款利息都已经跌破这么低 我都不相信还会更低 结果人生不要不相信 现在都跌破1.5了 现在到1.36 1.3 1.4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真的 这个世界真的很令人意外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 还有有一天有叫负利率这种东西 这个时代也发生了 不过房贷绝对不可能掉到零 对对对 银行不会做赔本生意 房贷还是一定会有 但是说实话如果是在2以下的话 其实在这个范围内 你把你的房贷拉长一点 那我觉得是可以 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 会让你自己在每月的付款 就是说你只要先筹配好你的自备款 那你的每月付款的金额会大幅下降 我们就做了一个试算 如果比如说你贷款1000万 利率是1.4% 那本息平均摊还的话 那如果你是20年期 你一个月要还47,796元 那如果是30年期呢 你只要还34034元 这都是本息均摊的情况下 那两者就差异了13,762块 说实在话 我一个月活食费都没有13,700多块 光是这个差距就是你活得下去 跟活不下去的差别 那另外因为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20年级的房贷 以现在的房价这么高来讲 如果是在双北市的话 当然如果你买在比较偏皮 比较房价比较低的区域 你可能还好 但如果你真的是在比较大的都会区 像双北市这种 你当你的房贷率太高的时候 你就变成你被迫只能买得更远一点 譬如你买到交通生活经济 很不方便的地方 或者是说你又希望交通方便一点地方 方便你工作 那你买的频数有可能太小 那就会造成一种 要么你交通不便 工作很不方便 浪费很多时间在通勤 要么你房子太小 结果住了两三年之后 你突然结婚生小孩了 然后很快的房子的空间不够用 你又要立刻又要换房子 就变得很麻烦 所以说希望不管是首次买房 或者是你是第二次要换屋 大概如果能够至少买到一个房子 是足够你未来十年使用的 那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买房要做比较长远的打算 因为不要说冲动的话 就立刻去买了 因为通常像这种重大资产的投资 冲动下面都会有一些问题的 像我记得我还没有结婚之前 我曾经租了一个房子 那那个房东她是一位女性 她那时候是单身 她就买了一个小套房 那我也是租了一个小套房 但是呢 她自己从来没有住过 原因是她买预售屋 等到她预售屋交屋的时候 她结婚了 所以那房子就不是她使用 然后她只好把它出租 她自己也觉得出租很麻烦 所以那时候反而对我就是还蛮方便 就是因为出租屋 所以她就对这件事不怎么在意 所以那个房东我就觉得蛮好的 但并不是每个房东都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是像这种 你去买了一个这样的房子 不符合你的使用的话 那你就变成变相的投资了 那变相投资这件事情 现在就变得比较不像以前那么好 因为现在的租税确实是对房东 对屋主是比较压力大的 对自助来讲可能没有影响 但如果变投资的话 我们说现在看起来 政府的租税方向都是 会让投资客会是比较有压力的 因为他要打草房 对对对 他也不希望房价贵 可是就是房价本来就有一个自然 他就要打这种所谓的投机跟短线交易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对的 对 就是说房产原则上你要投资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用中长期的角度来思考 不要这个短期的去投机他 因为短期投机买卖 这样子助长房价持续高涨 推升房价到年轻人买不起 其实是很不好 这很可怕会革命 就是说因为你想看 每个人都是需要有住房的 对对 那你在短期投机上面 把房价推高了 虽然你赚到了钱 但是你觉得赚这样钱刚好 所以我个人很赞成 我赞成投资房产 但是我希望大家投资房产的观念 是要中长期的投资了 对 特别是像以前很盛行的红单炒作这个 对 那真的是非常不好 没错 我觉得这真的很糟糕 不过现在因为政府就已经专门在针对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可能未来就越来越少了 我觉得是个好事 那当然就是如果房价不是回到这种所谓的 单纯用工序来炒作 它回到一个比较符合中长期的趋势里面 那你大概就比较能够有依据可循 就是说现在市场上的一个房价状况 它是跟着基本的通膨在 或者是一些基本条件在推升 那这可能你就比较能够掌握 那我们回到现在目前比较时事的 你觉得疫情会影响到这波房市吗 会 应该这么说 其实之前大家就在讨论过 前阵子疫情去年第一波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说 现在同事都说还没买房子 赶快去买房子 可是他们通通都失望 因为SARS那次的经验 在大家心中印象太深刻 那一波有很多人是恐慌的卖房子 他们不是缺钱 他们是因为恐慌而卖了房子 没错 在SARS2003年04年买到房子的人 真的都买到很低的 就是那时候的人买 现在都很开心 然后那时候卖的人 大家都被笑话说 你砍在阿呆谷 阿呆加 对就是一个 所以那个事情给大家很深的印象 所以以至于这一次 特别像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因为利率不高 然后大家也觉得就是 这个疫情是一个 可能不会是一个太长的现象 所以其实这波并没有说 因此而造成价格有多少的回档 买气有变得很差 但是价格没有下来 是现在这样的状况吗 现在状况就是僵持着 就是说对 确实因为不能抗污 然后我们也说 因为仲介也不需要下什么行销预算 但是这个冷却确实会冷却几个月 那我个人建议是反而是说 真的是自助需求的人 可以用这个时间 再利用线上抗污 赶快去看一看 把你想要的做个确定 我问过房仲业者 他们说现在目前很多社区 都是禁止待看 对 现在好像 所以说他们就会推一些 只能用线上抗污 问题是线上抗污 我有问他们 他们说线上抗污 3D抗污现在是趋势 但是他说台湾人买房是这样 到最后你还是要去看 到现场去看 线上抗污 大家看完之后还是不放心 我是建议大家是先锁定 最终你还是要去 最终你还是要去线上抗污 可以先做一些功课就对了 但是可是这个可能 因为是疫情长转 就是说如果以现在的状况来看 确实好像未来三个月内 好像不确定性都蛮高的 那你觉得预售屋市场会被打到吗 目前来看 我昨天看到新闻说 预售屋也变得比较淡了 因为几乎就是说都没办法 就是说所有的广告行销 因为在媒体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所有的建商 广告行销通通都暂停 但是他们也没有打算说 他要赔一卖 现在状况在 反正口袋深就跟你撑 大家都跟你僵持着 当然你说如果这个事情 持续个这种低迷状 持续个好几年 会不会就是大几年 我不期望了 你别吓我们了 这个疫情持续个半年 大家都疯了 其实半个月我就已经压 就已经觉得很难受 对啊 千万不要好几年 所以因为如果我们不持续那么长话 因为那些 我说这些建商 其实他们前几年 真的算很多 好谢谢林振峰 谢谢什么林振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